第一,昨天路政署在很晚才作回應 我的理解是很多媒體星期六已經開始追問路政署 但用了很多時間去追查 首先我們看得到路政署似乎容忍了 或者縱容了中國建築在兩年內都沒有交齊RISC Form 當然在資料上我們看到代表政府的顧問公司 奧瓦納其實多番追問亦想收齊 而且涉及數量相當多接近三成的RISC Form 而且在講其中一個部份 其實相當令人憂慮 第一,我們要求政府 因為政府昨天交代了不涉及安全的情況 另外一件事是他自己邀請了獨立的顧問去做一些審核 包括看一些環境證據 例如照片等等 第一,我們要求政府公開獨立顧問的報告 因為如果根據傳媒的報道 因為我到現在都看不到政府的新聞稿 如果根據傳媒的報道 其實獨立顧問用了相當短的時間 由收齊的表格至到通車前 接近大概不夠兩個月的時間 去儲齊這些資料 而且作為一個回應或總結 首先希望政府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就照樣不會開通 所以相隔不夠兩個月 首先要求政府公開獨立顧問的研究報告 因為這是跟公眾利益有關的 我們都想了解一下 究竟政府或顧問是參考了什麼資料 究竟什麼時候才集齊這些表格 還有涉及總數是多少等等 我們都希望了解 而另外就說他曾經抽樣檢驗過一些表格 和抽查去跟一些相關人士見過面 我們都想相關的情況了解一下 因為當中也曾經說過 有相關的認可人士或工程師 其實已經離職 然後補簽那些 只不過是代表是一個 我們接收了 未必是 究竟是否中間看清楚那個步驟 這個我們不知道 第二 我們都要求政府要跟進事件 因為中國建築其實 如果是根據報道這樣說 其實是拖拖拉拉 超過兩年都未能夠交齊 接近三成的表格的 那政府是否可以按照這個發展局 現有的機制去懲罰 去懲處這些相關的承辦商呢 例如中國建築 考慮是否需要罰停賽 例如三個月甚至半年等等 這些都是合適的 那當然政府也本身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就是似乎是漠視了不交齊這些表格的情況 很可能政府是需要檢視一下 現在手頭上 甚至現在看到一個比較普遍的狀況 當然今次我們沒有 現在沒有證據說是否有毀壞 甚至是找不到一些表格 但是政府是否應該設定一個合適的等待時候呢 不是等了又等 亦都應該讓這個顧問公司 可以更加有力去追查 因為現在似乎情況開始越來越普遍 拖的時間亦都越來越長 那如果只是單靠合約 似乎就是沒有牙老虎了 那如果政府能夠去根據機制檢視 亦都不能再縱容這種持交 甚至保簽再交表格的情況的話 其實是應該設立一個合理的等待時候 而如果都不交齊的話 就是進行懲處 或者是發警告訊 就是之前的時候發警告訊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些合適的狀況 但無論如何是怎樣 我希望這樣不是工程界一個普遍的現象 而政府每年有這麼多的合約 是外判出去或者判給不同的承辦商 有規有矩是更加重要 所以希望政府應該好好地去吸取教訓 沙中線當然是非常之嚴重 但是如果因為對市民來說 要去評估一個這麼大型基建 是否有建造的質素 以及是否有結構上的安全 很多時候都是根據監察和表格 是否得到順序去填寫的 所以如果沒有這些證據的話 我們就要參考一些叫做二手的資料 例如是照片 或者其他的員工工作記錄 但是這些都不是理想的程序 所以希望政府要正視這些情況 而路政署不能再縱容這些拖元又拖 等了又等的這些情況 是應該作出適當的跟進或者是懲處的 有很多工程師說 工程期間顧問公司和承認商 都有很多重的核准工作 但現在竟然有過萬份 表格沒有提交 你自己的判斷是為何會這樣 對我來說比較難判斷 但是我認為港工絕對不是一個藉口 因為很多工序是一個接一個去做 而這些審批或簽署 都是要證據確鑿才可以 也是有根有據 包括是檢視過檢測過甚至是見證的 如果沒有這些簽署的話 其實接下來的工序基本上是不可以做 就算是稍後補簽的話 都是一個合理的時間之內 更加不可能是現在事隔兩年之後才補簽 我們都見到有前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人員 都說這個其實都頗為罕見的 相隔這麼久 所以政府絕對需要正視這個問題 不能再縱容工程界有如此的現象出現 為什麼我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方法 從公司的公司 從公司的公司 為何要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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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評估 teaching 為何要做這件事 為何要做 questo 為何要做這件事 為何要做這件事 為何要学校 學校boards 是否安全 市民是否適合使用的 謝謝